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一个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其实亦是重新发展 2003年内地的风电和太阳能的装机容量 希望去到12亿千亚以上做这个目标 你看回整体上的绿电股 其实主要都是一些个别 过去是一些火电股 慢慢慢慢将它的盐墓 其实一直一直移动 移动到一些新能源相关的项目 我觉得其实这么多个来说 都是有potential 是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这些资金是慢慢慢慢 又找东西去不同的setter 又拆回去 你看回好像就辟了一只中国电力 出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个都是一样 很长时间经过了几个月的整固之后 开始早两天看到一个突破回来 因为有些政策出台 利好政策出台 突破回来 而且你看回中国电力 它在新能源业务方面的收入 其实已经占到35% 相信其实它会慢慢慢慢将它的 无论你的光伏也好 或者封电的比重 其实它会靠投资更多新项目来说 其实那个占比也都是有机会 是朝着这个加大方向发展 还有近期来说 这些新项目是些什么呢 又落实了全国第一座的光伏直接 换电的换电站 其实就是完成了 其实也是有些个别的消息 去支持得到股价向上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找一下 一些机会 在这陆电股来说 就是中国电力 又是其中一只 我觉得是可以去留意的一只股份 短期来说 可以上网到哪个水平呢 看看3月的高位 看着4.78的位置 就是这一日的高位 向下的话 我又觉得 如果你再接穿之前的低位 3.3这些水平的话 应该是要首先 指示一下 始终无论你在走势上 你见到突破 又或者政策方面的层面 其实也有些新的政策方案 出台了出来 在这些情况下 应该是利好 反之如果走势 也不似预期 不妨再切出之前的低位支持 应该先来观看